是582尺的两方 还有一个独立的厨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户型是怎么样的 新门有一个悬挂 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宰身的鞋柜 然后像这边可以做一组 弹柜一直延伸到尽头也可以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厨房 它看起来就很大 使用性也很高 基本上它有一些很大的储存空间 内嵌式的 然后它台面也是很多 基本上你整个厨房的空间 都可以利用上感应式的水龙头 有一个大窗 然后还有个明火炉 还有一个电磁炉 还有一个蒸套炉 也是Gaggenel品牌的 厨房转出来就是一个长型的客房厅 楼底也是很高的 这边还有一个躺门 可以躺开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路牌 有点弧像的 就像海一样 转进来 看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退法 也是一个大窗 然后这边是它的浴室 然后也是云石 然后有一个窗 在这里 然后浴缸 就是很实用的东西 主人房 这边预留了一个大衣柜的位置 然后一直转过来 然后一直转过来 你会看到一个落地的转角窗 这个户型主要把多余的空间给到主人房 所以它用起来真的很爽 我们再看一套它放了一些家具 也是582尺 然后转进来 也是一个入门玄关 然后这边我们先看厨房 其实厨房只改了一个色调 其他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这个挺好的 客房厅 你可以看到它放了一个圆桌 然后沙发 还有电视 放的都是比较像工艺屏 或者是展示评论 日资厅用起来挺方便的 因为这个走到就分隔了 饭题还有客厅的位置 相对来说就很容易去摆放我们的家具 然后顺着走到走进来 就是它的位置也是没多大的改动 它主要是改动一些柜子 这边是它的小睡房 它变成一个书房 还可以去 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 你可以看到它做了一排衣柜 还有一个书章台 然后有一张大船 然后上边可以下船的 这真的是豪宅 这个压板家看起来真的很亮丽 但是实用性不高 像这种大两方 发展商的价格大概是1500万到1600万 你觉得它卖贵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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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